自从德州带头打算禁止中国公民买房购地后 美国先后有几个州跟风出台了类似的法案 但最终都胎死副州 就连带头大哥德州都推进的相当不顺利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一个平时丝毫没有存在感的州 竟然闷不作声的将这个法案通过了 现如今就等着州长点头签字落成法律了 就在上周 南卡罗兰娜州参议院居然以31票同意 5票反对通过了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的法案 该法案将阻止外国对手的公民在该州购买房产 按照美国商务部的定义 外国对手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古巴伊朗和朝鲜 由于在南卡居住的华人很少 所以导致此法案通过后才引起了全美范围内的关注 小编翻看先前的报道 发现针对该法案 于本月7号有过一场听证会 但当时显然没有引发足够的反对声 目前通过的这条代号为S576的法案 经过了几个版本的修正 尤其是对法案中的术语进行了新的定义 比如将由敌对国家控制的企业定义为 包括由敌对国家公民全资或占股10%以上的企业在内 且将敌对国家公民全资或者占股10%以上的企业购买土地的限制 由原来的50万亩减少为1000亩 并规定只要是敌对国公民占股的企业 在南卡州范围内就不得从任何房产中获得利益 这个修改后的法案 其实就与我们开头提到的 德州引起华裔群分的禁止 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国政府公民和个人购买土地十分的相似 因为根据联邦法规网站所述 中国现在是美国位列第一的敌对国 这就意味着该法案的实施 将对在美华人有着最大的影响 当时在南卡州举行的听证会上 其实南北卡地区华人已经积极组织 最大程度的做出应对措施 美国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南北卡峰会 鼓励华人到听证会现场作证发言 积极发声 希望尽最大的努力 阻止这种歧视性的法案进入下一步程序 然而可能由于当地的华人群体太过少数 所以这个抗议声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据美联社的报道 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Shan Massey 在2月下旬提出该法案 以阻止一家中国生物医药公司 赤资2800万美元 购买该州的500英亩的土地 所以我们仔细审视该法案 就会发现这个法案更加针对的是企业 旨在防止外国对手控制的公司获得不动产 并减少外国人或公司可能获得的不动产数量 所以预计该法案将影响中资公司 即使只是部分公股 当然中国公民也不得集体拥有一家 土地公司20%以上的股份 或个人拥有超过10%的股份 因此虽然那些拥有对手 国家公民身份的人 可以在当地开办企业 但他们将无法拥有经营所需的土地 当然在这条通过的法案中 中国公民也将被禁止购买任何的新房产 居住在南卡罗兰纳州的外国对手 国家移民必须首先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才能拥有不超过5英亩的土地 且只能用于住宅用途 如果他们是绿卡持有者 且不拥有任何的建筑才可以购买土地 快速总结的就是 中国公民比如留学生或者H1B等 被禁止购买任何新房产 绿卡持有者可以购买5英亩以下的土地 作为居住用途 只有入籍后才不受任何的限制 目前在美国至少有11个其他州 已经开始考虑立法限制 或禁止外国对手的土地所有权 包括德州 佛罗里达州 阿肯瑟州 南达科他州和其他8个州 也都在考虑立法限制外国人持有不动产 所以这场全美范围内的歧视华人行动 南卡仅仅只是打出了第一枪 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更艰难的斗争 APAPA南北卡峰会主席朱超威博士表示 这个修正案的迷惑性很强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行限制歧视华裔之实 是排华法案的隐藏升级版 南卡华人侨领王林也表示 自疫情以来 针对亚裔的仇恨日渐抬头 如果现在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仇恨与歧视是会变文加厉 越演越烈 他提醒 法案虽然针对中国公民 但华裔即时已经入籍 也不可能每天上街都秀出美国护照 所以这个法案最终影响 一定会波及所有华裔 我们一定要积极发声 不能做亚裔 在有理有据的前提下 积极合理的抗争 南卡的法案已经被参议院通过 出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 但当地的侨领也正在想办法 尝试做出最后的狙击 更为重要的是 希望类似的法案 不会再被除南卡以外的州府通过 这就需要全体华人同胞的 共同努力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